議員警方議員開示 兩月董人 各位法定人員 國民黨的動作是十分大的不義之才 是破壞民主制度 他現在國民黨在疫情少年來接受台灣的時候 用日本的財產 總共受到他的財產 現在國民黨變全世界最好的政黨 他現在用這個財產 我們這錢拿出來買購 破壞台灣民主制度 所以現在說這個動産不收起來 說財產要把國民黨捕捉的經濟是有非常困難 所以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決定在說國民黨這個動産是不是要收起來 現在國民黨 他自己說這個馬英雄 說他還有幾百億的動産 因為這個國民黨也有幾個 這個管市長 從朱立倫、郝博春 他說這個動産都要收起來 只要讓一個國民黨有一個情報 所以現在國民黨 決定說要出這個動産 現在他有分成爭議跟不爭議的 他說想要出這個不爭議的動産 但是我們直接說這個不爭議的動産 也是不爭議的動産 也是不爭議的動産 後來民進黨如果接種 這些賣的都要追查回來 我再說一遍 政府正義的黨產 都是不爭議的動産 民進黨如果接種 都要再追查回來 所以大家 都沒人去買國民黨的動産 還沒做這個動産 整個都要交出來 給人民 這個動産家 以前民進黨在這個 討當產的一個公投案 是在這個中順會 有一個決定 說特等的動産 都要用來做營養午餐 讓這個孩子營養午餐 所以一家 又再重申 以前民進黨 中順會決定 東産一定要追查回來 追查回來的東産 買到這個 學生的營養午餐 謝謝 各位媒體便宜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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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簽書 人簽書F-5 我們在那裡看 就說 國民黨在跟 政府共產黨 簽書F-5 好像滑肉腳 但是 反過來 我們看 國民黨 在處理 房地產 在處理房地產 卻是一流的高手 今天 從聯戰當主席 一直到馬英九當主席 賣了多少的 屬於全民所有的黨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聯戰 他在擔任黨主席的時候 他總共 總共處理了14筆 他四年內 處理14筆的黨產 四年內處理了14筆的黨產 那他的所賣的總計是95億 將近96億 收入所得 在馬英九擔任黨主席的時候 他兩年內也就處理了9筆 大概收入到252億左右 現在馬英九當主席 又要賣黨產 而且今天就要開標了 那今天開標的 他是過去把一些爭議的財產 分成兩個公司 一個是在中投公司 一個是新玉台公司 他就是把一些有爭議 以及訴訟資產切割到 新玉台公司名下 那麼一切割以後 現在在中投公司 預估净值有160億到170億 大概中投的有160億到170億 新玉台的禁止大概有60億到70億 總共是250億 那麼他們今天要開標的一些 這個要再賣的一些擔場 那預估大概會有250億 那麼我們說他國民黨 在談判跟中國談判 真的像羅馬卡 但是他在處理這一些屬於全民的擔場 屬於全民的財產的 國民黨目前具為己有的擔場 他卻是一摩高手 所以是非常不可思議 以我舉個幾個例子來看 以這個經貿大樓 以這個中央日報 從台灣省政府交通處鐵路局 1982年以3.9億買進來的 中央日報 他賣出去多少 賣了14億 5000萬 你看 一轉 他這個轉手 你看 多少倍 將近4億 然後賣14億 就是將近4倍 3倍多 你看他每一個 還有 從這個 台北市黨部再來 中央黨部這個地方 當時我還在當立委 當時他購買的時候 非常低 大概降國有財產距離 以3億購得 但是我們記得好像 一坪才20萬 我們那時候很多人 反對 反對他來 把那個中央 中央黨部這個限制 賣給國民黨 結果他強制取得 因為他們在當政 結果才以3億賣 買得 他後來賣出來賣多少 23億 獲利多少 這個將近8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暴力 你用那麼好的計畫地 賣給國民黨 當中央黨部 他現在又賣出去 賣了23億 所以說你跟中國在談判 事關全國全民全義的事情 你好像落馬卡 但是你自己要獲得自己的 這一些不義之財 你的你的談判 你的這個處理 真的是一流高手 無敵鐵金剛一流高手 你除了 那些事 你要還給大家 你不是來 你給大家 你的